你还记得童年时的第一个宠物吗 请停留几分钟 听一听女孩施恩的故事吧 施恩从小就和马儿很亲近 即使家里经营着一个牧场 爸爸却坚决反对施恩骑马 因为施恩的妈妈死在马背上 他不希望女儿也重复那样的悲剧 妈妈最爱的马匹名叫将军 施恩的妈妈死后 他似乎在将军身上听到了妈妈的心跳 光阴四见 施恩在将军的陪伴下长大了 施恩热爱奇数 他决定参加职业骑士考试 这个决定当然是瞒着爸爸的 将军即将生产 他的情况似乎不太好 施恩早已将将军视作家人 在巨大的痛苦中 小马鞠被强行拽出来 将军产下一只漂亮的公马鞠 可是他却离开了人世 看着失去气息的将军 施恩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他唯一的挚友离开了 将军的孩子注定无法成为赛马 因为他没有妈妈 只能被注射药剂安乐死 施恩为了保护将军的孩子 不惜和爸爸发生争吵 将军陪伴施恩长大 就像他的妈妈一样温柔 将军死后 施恩发誓要保护小马鞠 爸爸经过强烈的思想挣扎 决定留下小马鞠 施恩整日陪伴在他身边 为他的每一次成长而欢心雀跃 爸爸看到小马鞠的成长 心里也很开心 施恩为他取名为雷铭 还把将军最爱的铃铛送给他 雷铭很喜欢吃方糖 施恩慢慢将情感寄托在他身上 爸爸接到马术协会的电话 得知施恩报名了职业骑士考试 此时女孩还在回忆着比赛的场景 他在草原上喊出对将军的思念 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雷铭 爸爸责怪施恩不该瞒着他去考试 并且施恩上大学也需要学费 施恩把雷铭当作弟弟 他崩溃大哭 却得到了爸爸的一个巴掌 施恩骑上单车离开 他一定要救回雷铭 望着已经开启的货船 他一遍遍呼喊着雷铭的名字 在夕阳下无助地痛哭 两年后施恩成为了一名驯马师 因为一次失误 猎马从马厩中逃脱 他们嘲笑施恩是个女孩 施恩从小到大都很要强 他拼命练习马术 只为了证明自己不比男孩差 施恩毕业了 他在马厂里工作时 总是默默思念着弟弟雷铭 看到那块熟悉的方糖 施恩误以为雷铭回来了 却得知他的名字是蓝鸟 施恩发现蓝鸟也很喜欢吃方糖 石恩和尹队长聊了一会儿 尹队长问起他塞马时 为什么不用马鞭 得知施恩的迅马理念 他觉得爱比马鞭更有效果 施恩依旧思念着雷铭 也希望有朝一日奇迹发生 男人将火红的烙铁烧得滚烫 随后在马儿身上留下印记 他曾拥有世界上最爱他的主人 如今却只能默默流泪 施恩成了迅马师 他面临着残酷的在场规则 由于施恩是个女孩 队长对他和阿哲的态度天差地别 施恩迎来他的第一场比赛 所有人都不认可他的实力 由于担心对手发生意外 施恩并没有按照计划去做 施恩知道他在做正确的事情 他的举动果然遭到队长的斥责 看着别人在赛场上大展雄风 施恩的心情跌入谷底 他喝得大醉 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此时雷铭就在这条街道上 他一眼就认出心心念念的施恩 随着一声长笑 雷铭挣脱了束缚 他拼命追逐着施恩的步伐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离去 雷铭为他的举动付出沉重的代价 施恩发现蓝鸟生病了 他来到队长办公室 想要申请带他去看病 施恩遭到严厉的责骂 蓝鸟的病也没得到医治 在一次比赛中 蓝鸟的身体支撑不住了 蓝鸟的腿骨折了 今后再也不能参加比赛 老板决定把施恩开除 女孩怒气冲冲找到老板 得知蓝鸟要被卖掉 施恩斥责他没有人心 丝毫不考虑马匹的身体 他低落地坐在小餐馆中 尹队长看出施恩的心事 为了开导他 主动谈起自己的往事 尹队长得知蓝鸟救伤复发 但是队长依旧执意让他参赛 为了帮施恩出气 他把队长狠狠教训了一顿 施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他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公交车上 施恩看到那双熟悉的眼睛 一眼就认出那是他寻找多年的雷鸣 施恩在大街上拼命奔跑着 点点滴滴的回忆浮现在眼前 两年不见雷鸣已经长大了 施恩此时早已经泪流满面 而雷鸣也一直思念着他 施恩再次回到牧场 他带回了雷鸣 所有的回忆都是如此的温暖 爸爸眼底浮现出笑意 他的倔强是沉默的 所以无法向女儿表达内心的歉意 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寻找雷鸣 施恩和雷鸣互相陪伴着 他们度过了幸福的时光 在施恩的训练下 雷鸣的进步勇目共睹 尹队长带着老板寻找好的赛马 恰巧看到施恩和雷鸣在草原上奔驰 夜晚两人并肩坐在一起聊天 施恩来到妈妈的墓前 他决定重新开始赛马的梦想 施恩带着雷鸣一起加入了尹队长的队伍 他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施恩也即将和雷鸣合作 参加他们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开始雷鸣却迟迟没有动作 他们遭受了难堪的嘲讽 施恩不愿放弃 他争奋夺秒努力训练 雷鸣也为比赛的失败而难过 尹队长相信他们会成功的 施恩在比赛中遭遇了恶意竞争 看着施恩即将遭遇危险 好友千百大吼一声 随即冲上去保护他 看着千百从马上跌落 施恩愤怒不已 他质问阿哲为什么变得不择手段 阿哲被骂懵了 千百因伤事过中离世了 施恩和他的家人都悲痛不已 他发誓要让凶手付出代价 雷鸣看着施恩的模样 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一次次比赛的失败 施恩和雷鸣似乎陷入了循环 面对尹队长的施责 施恩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尹队长意识到雷鸣的身体出现问题 请医生帮忙为他做检查 施恩来看望雷鸣 对他说了很多次抱歉 他们调整了训练方法 一人一马的配合更加默契 施恩决定再也不使用马鞭了 雷鸣超越所有赛马取得第一 随后是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施恩和雷鸣谱写了无数次的传奇 阿哲看见施恩的胜利 当初他也是一颗骄傲的星星 如今成了俱乐部的弃子 尹队长发现雷鸣的身体出现异常 他悄悄隐瞒了此事 施恩沉浸在喜悦中 丝毫不知雷鸣即将面临什么 尹队长和医生聊天 得知雷鸣的肺已经衰竭了 他的心情很沉重 施恩和雷鸣一起散步 他们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施恩发现雷鸣流鼻血的事情 不由得感到很忧心 尹队长来到马场挑选新的马皮 施恩施责他隐瞒雷鸣的身体情况 只是把他当成比赛的工具 他决定为雷鸣做手术 却得知雷鸣悄悄跑掉的消息 施恩焦急寻找 看到雷鸣在赛场上等待他 施恩忍不住泪流满面 施恩赤脚走在赛场上 随后疯狂地奔跑起来 他试着体会雷鸣的心情 最后决定完成他的愿望 大奖赛前夕 施恩和雷鸣走在赛道上 尹队长为他带上铃铛 那是他妈妈生前最爱的东西 比赛开始了 尹队长抚摸着那张合影 他希望施恩能够实现梦想 雷鸣似乎能够感知到施恩的心意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拼命奔跑 妈妈最爱的铃铛发出精脆的响声 雷鸣倒下了 施恩轻轻抚摸着他的身体 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他颤抖着拿出口袋里的方唐 可是雷鸣却再也没了气息 故事在这里结束了 或许算不上圆满 你来一城 我念一生 这段跨越物种的真挚情感 令人动容 人和动物的相处 或许就是这样 或许他只能陪伴主人 短暂的十几年 可这却是他的一生 我念一生